如果一个人犯了罪,他的心理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呢? 会整夜睡不着觉被良心拷打吗? 还是会继续踩着法律的底线,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呢?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就有一个嚣张的罪犯,他的冷血让人止不住的颤抖,他就是王丽华。 王丽华常年活跃在北京地区,他做过的事情不仅危害到了国家,还涉及到了平常百姓。 在他的犯罪生涯中,购买过大批不能私人持有的武器,策划实施了绑架很多富商的案子,还曾经试图去抢劫国库,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他都想出手杀掉。 其实王丽华的犯罪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,才9岁的年纪,他就敢偷家里人和周围邻居的钱财, 还利用自己手里的钱让小朋友们都听从他的话,为他跑队办事情,慢慢的,王丽华就成了同龄人眼中的大哥。 后来,王丽华成了一个整天偷东西抢劫的学生,还强逼着自己的父母离婚,因为王丽华的品行实在是太差了, 在他上中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学校愿意录取他,无奈的母亲只能把他送到职业类的学校, 可是这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人都有,这简直是方便了王丽华。 他在里面认识了一大帮不学好的朋友,也学到了不少犯罪的方法, 王丽华就这样混下去,终于在一次抢劫中被抓住了,被抓到了监狱收监了9年。 在王丽华出狱的时候还不到25岁,可是现在的他不像一般的少年,反而变得更加的可怕冷血。 为了摆脱母亲对他的唠叨管相,他决定杀掉自己烦人的母亲,可是在最后一刻,他没有下去手。 为了搞到钱财,王丽华喊来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,一起弄来了不少武器,成功绑架了几个有钱的人, 并且在得到钱财后就把他们全部杀了。 尝到甜头的王丽华,在第二年准备干一票大的,又绑架了一位公众人物,但被特警们抓个正着。 在依法判处王丽华死刑的最后一刻,他还没有醒悟,笑着承认自己的同伙没想过要杀人,是自己亲手杀的。